不是一个特别职业的一种访问 咱们是很随便的一种 因为我学电影的时候一直看你的电影 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 所以来的几次东京都没有机会看到你 挺遗憾的 这次算了了我自己一个心愿 我一直拒绝采访 这次新闻界的朋友建议我接受你的采访 看来喜欢你的电影观众还是挺多的 我的名字是高仓健 我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扮演过的角色有飞机的驾驶员 为父辈父仇的匪帮 警察 国际杀手 建树高明人 以及乡村的车站站长的 我在电影中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 不少角色 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1977年 日本导演山田扬次在拍摄系列电影《银子狼》的故事的间歇 顺手完成了一部叫做《幸福的黄手帕》的电影 没想到在当年大放一彩 1977年 拍《幸福的黄手帕》时 就感受到了高仓健巨大的魅力 产生了还想和他合作的念头 那么在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好呢 当时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一部非常著名的美国电影《原野奇侠》 男主人公叫Shine 当时就想到拍一部《日本的原野奇侠》 发生地很容易就想到了北海道 那里有寒冷的冬天 漫天的大雪广袤的土地 我脑海里就想象 这时候高仓健从远处广阔的原野 向尽头这边走来 就像Shine一样 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在漫无边际的北海道 一个故事产生了 我这有人 如果要问东方的演员我最喜欢谁 如果说国外的话 我是最喜欢那个《背上千惠子》 《东方演员》当中 让我开心的就是 《背上千惠子》凡是在国内演的戏 都是我为他 就进口的那些电影 凡是他演的 都是我为他配的 《幸福的黄手帕》 《远山的呼唤》 《银次郎的故事》 《背上千惠子》 我们在横滨见到他的时候 他刚刚获得日本文部大臣奖 这个奖项在日本很重 到现在为止 包括《背上千惠子》在内 只有四个电影演员获得过 我演《农妇》是第二次 第一次也是在《山天扬子》的电影里 但是那个作品里 我是后来逐渐变成了农妇 而这部电影呢 从一开始就是农家妇女 所以首先就要学会农场的工作 比如说就要将 一进牛圈的那种气味 用自己的身体来记住 就好像是农场的农妇 偶然出现在电影里呀 冬天的夜晚 陌生男人帮民子接生了小牛 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 夏天来了 北海道充满了希望 就在这样的景象之中 那个男人又出现了 显然陌生男人的用意 谁也搞不清楚 一个陌生的男人 一个强壮的男人 一个沉默的男人 他隐瞒了自己写性的过去 默默地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我很喜欢脸这种 劳动妇女的形象 而且演得不错 比如说挤牛奶这个动作 以为就是那么干挤呢 后来才知道 原来挤牛奶必须从上往下 手还得动着挤 结果最开始牛奶弄一身 但是反倒觉得 自己真是置身于牛圈里 还得说台词 当时的台词是一边嚷嚷 一边跟小孩子唠叨 一边还得挤牛奶 简单的劳动之中 复杂而微妙的心思挥之不去 很对不起 这些事别问了 跟你没关系 那你歇着吧 沉默地耕作 沉默地高苍健 对中国的观众来说 还必须有那个属于沉默者的声音 反正那个时候 我跟毕克老师配的戏 特别多 从那个追捕开始 我就觉得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是被警察追捕的人 老夫 就别人就称我和毕克的合作是 老夫少妻 像老腔里头 毕克配的那个男主角 那个医生 我就配的罗米什奈德的 你们俩回头见了 我会来看你们的 好吧 再见 再见 乖一点 是 是 先生 毕克的代表作很多 声音变化也很大 似乎只要一转身 他就能变成高层健 谁证明德尔不可能作案 是你 你打的那一枪 这刷子能用吗 能 浓重厚实的声音 我们一听就踏实 但对于旷野上的寡妇来说 仍旧不放心 孩子是个好纽带 她的简单 能够把猜语变成友爱 妈妈让我问问你名字 我叫 田岛耕作 田岛耕作 你叫什么 古智 当时专门搞了一个选拔活动 有一两百个孩子 从中选中了十个人 几岗秀龙排在第八九位 这个孩子虽然很安静 不突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能让人过目难忘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 我决定用几岗 其他人都反对 说他看起来很胆小 总之恐你恐怕不行 叔叔说我的名字好 叔叔名字问了吗 问了 他叫什么 叫 叫 已经忘了 但孩子的简单 给复杂的拍摄 带来了很多麻烦 你爸爸不在 嗯 怎么了 死了 死了这个句子 他怎么也说 说不出来 怎么说都说不好 我就一遍一遍地给他讲 你想一想 被人问起爸爸死了 该多痛苦 没了爸爸到学校 会被小朋友欺负的 死了 七八条都没 都过不了 所以当时他就哭了 问他为什么哭 不是因为被导演说了才哭 而是因为自己 没有办法演好而已 一个孩子可以这样在表演上要强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演员 演完舞制的极岗秀龙 继续跟着被赏千惠子和山天阳刺演戏 他演了被赏千惠子二十多年的儿子 现在终于成为日本的实力派明星 松江城的时候 身子要往前趴 懂吗 懂吗 别急别急 赢得了孩子的心 就赢得了妈妈的心 虽然对于耕作来说 如风一样自然 民子带一个小孩 在北海道的牧场生活 这时候突然一个男人闯进来 那么帅人又能干 我想产生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 不需要刻意去表现 我就想这也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吧 所以演起来很自然 一个强壮的男人 一个沉默的男人 在一望无际的北海道 内心充实着骑马奔跑 这就是山天阳刺 专门为高昌剑准备的电影吧 1959年2月16日 这天是高昌剑的生日 他与歌星江丽之惠美结婚 妻子的一首歌 田纳西的《瓦尔兹》 正在日本流行 他们的婚姻举世矚目 但是12年后 俩人离婚 1982年 江丽之惠美因酗酒而死 葬礼一天 正好又是高昌剑的生日 外界普遍认为 是高昌剑的冷漠孤僻 害了自己的妻子 高昌剑从此未娶 因为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 自己独处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心里会很静会很平和 就是我喜欢那种感觉 是的 孤独占人的时间会更长些 出去 干嘛 庚座出手揍了对民族动手动脚的蒙田 还打败了来帮忙的俩兄弟 吃了亏的蒙田 反而认定了庚座是个爷们 你来一下 讲和了 今天我来请客 一说起上海人或者北京人或者广东人呢 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 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 日本人也是一样的 在北海道呢 有很多像蒙田兄弟那样的女人 总是喜欢照顾别人 可是表面上看起来呢 态度又比较粗暴 说着说着就能跟人打起来吵起来 但其实很脆弱 内心呢善着你 眼蒙田的跟眼羹做的俩演员 戏里戏外基本一样 高层健特别不爱说话 见面就说声早晨好 然后除了演戏整天不说谎 眼蒙田的那个人 他总要拉着高层健喝酒 高层健总说 对不起我不喝酒 老兄 咱们喝一杯去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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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领情了 你不去我太没面子了 我有点累了 我俩每天都去喝酒 他这个人看起来粗粗的 实际上心细的不得了 尤其是老为别人着想 总在想是不是对谁不够好 我想也许因此他死得比较早 你看粗鲁的蒙田 美丽的年子 可爱的舞质 都被眼前这个沉默的男人打动 耕作终于找到生活的希望 当他骑马飞奔 要把过去彻底甩掉的时候 过去如阴影般显现 这个人物老是在逃亡 在途中偶然邂逅了这样一位 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 虽然自己知道不能爱上他 因为自己随时都可能被抓 但是还是爱得无法自拔 这个人物并不是大坏蛋 因为那特殊的原因 他杀了人 犯了大错 一直生活在忏悔之中 说实话 我杀了人 警察在追捕我 就在这样的时候 明子终于也有勇气 甩掉自己的过去 不要走 哪儿也别去 我害怕 工作想要离开 可是这时候牛生硬了 又在发台风 我请来了兽医 那场戏 明子一下子不到工作环利 跟他说请不要走 当时拍的时候总是不行 后来就是扑到他怀里 表现得比较直白 现在觉得当时演得 还不够成熟 应该还有更细腻的表达方式 对于认真的演员来说 一个拥抱显得不够满足 但是对于明子来说 一个拥抱满载了 他对未来的希望 在这儿这些日子 我忘不了 耕作杀了在灵堂上 侮辱妻子亡灵的逼债人 被判刑 在压解耕作的火车上 明子和蒙田意外地出现 我原来听说过 现在日本可能已经没有了 就是当年有人在北海道犯罪 逃到东京被抓了以后 还得押回北海道 坐着火车戴着手铐 经历了漫长的旅途 太太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 听说你不养奶牛了 到宋彪镇镇上去工作了 对 我听说有好心的警官呢 会偷偷地告诉犯人的家属的 犯人的家属就会来到车上 在旁边偷偷地看 当然不能说话了 所以我就想象 按照蒙田的性格 给他设计的这么一段 听说你跟你儿子 在等你丈夫回来 要等他好几年 这是真的吗 真了不起啊 他本来是希望明子能够嫁给自己 但是呢 知道明子喜欢的是别人 他还是希望他能够幸福 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然后还大声地说些闲话 故意让耕作听到 有蒙田先生照顾 那混蛋 是他呀 他在照顾你们呢 是 那好啊 太好了 好 我给他块手绢行吗 嗯 拿着了 就像一颗种子 导演呢 要浇灌它 让它成长 最后开花结果 所以拍摄电影的过程 其实呢 就是在我脑子里精心培育 这粒种子的过程 这大概是北海道士的爱情宣言 它如即将过去的冬天一样 孕育着新的生活 耕作要进监狱 民子要等它回来 幸福似乎总是属于过去 或者属于未来 过去的幸福转瞬即逝 未来的幸福却延绵悠长 民子把属于未来的黄手帕 塞进耕作的手中 那是一块幸福的黄手帕 我觉得我们的职业比较残酷 随时都处于这种境地 每参加一部片子 就把魂丢进去 当然不那么投入 也就不会那么痛苦 可是不投入 自己又得不到满足 因此每次投入 每次分手 又每次痛苦 然后又用很长的时间调整 就这样周晚服事 电影《幸福的黄手帕》 虽然拍摄在远山的呼唤之前 却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继续 他们两个人在这之前拍的是幸福的黄手帕 所以在这里给观众抖了一个小小的招负 《黄手帕》在两个故事里都有特殊的含义 在七十年代末 有一首非常流行的美国乡村歌曲 叫《老象树上的黄丝带》 在日本也很有名 歌词大意是说 一个犯人出狱以后要回家乡 他给深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 说如果你还在等我的话 那么请在院子里的橡树上系上黄丝带 如果你已经爱上别人了 我看不到黄丝带 那么我就会静悄悄地离开 大巴车上的学生们听说了这个故事 所有人都专注地向窗外看 终于在德克萨斯广阔的乡村 他们看到了一栋房子旁 有一棵高大的橡树 那棵树上好像开满了黄色的花朵 系满了数不清的黄色感 这部电影的构思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请问今天寄快信什么时候到西章 快信明天就能到了 明天就能到 谢谢 又是北海盗 又是一个喜欢沉默的男人 这个叫永坐的男人 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他不敢去想妻子是否还在等他回来 他写信说 如果还是一个人 如果还愿意他回来 请刮上一条广手帕 我想永坐的人生里 没有多少美好的机能 只有跟妻子生活的种种片段 让他感觉幸福 从监狱里出来 他觉得人生已经不会有 不会再有恋爱幸福了 但是又忍不住会想 万一他能原谅我 还在等我呢 所以越是快要到家 他就越不安 他认为还是不是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就想与其看不到黄手帕 还不如我根本不看 幸福总是属于过去的那些瞬间 永坐在沉默中折磨自己 那时候是第一次与高桑健合作 跟高桑健这样的大明星合作 简直紧张得不得了 有一天大家出去喝茶 回来的路上下起雨来了 大家都打着伞 我当时呢 故意离他三步在后面走 山田导演看到了 突然推了我一把 说你去跟高桑健聊聊家常 他一推我啪一下抓住高桑健 这一抓一下子我的紧张感觉消失了 然后就聊起来了 幸福的黄手帕 极向远山的呼唤的过去 又向他的未来 他肯定嫁人了 走吧 你哪像个男子汉 不管怎么样 总得去看一看嘛 看看有没有挂黄手卷 就是嘛 旅途中 亲野和朱美都在自己迷失的生活里盘旋 但他们却肯定地认为 永坐你一定会看到幸福的黄手帕 瞧 望左施西章 亲野和朱美 他们是去北海道旅游 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 尤其是亲野 就是想用新车来泡妞 就是这样一个亲野 朱美也一样 完全是出来散心的 但是这两个人遇到永坐后的这段旅途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我对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呢 我觉得他们能够领悦到人生的真谛 是很有意义的 停车 我说你停车 一次次下车 又一次次掉转车头 永坐闭上眼睛 拒绝思考 他宁愿陷入记忆 那记忆越幸福 永坐就越痛苦 怎么了 IF I WANT YOU 怎么回事 二亲 瞧 黄鼠圈 太好了 他们的想法跟永座的想法刚好冲突 这种冲突就很有意思 当永座脑子里还在不停地嘀咕 到底会不会有一条黄手帕的时候 结果看到了几十条在飘动 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喜悦 对观众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喜悦 当时我们的道具就说 西章这么小的地方 妻子怎么可能买到这么多黄手帕呢 一定是特意买了一大块黄骨 彻夜感知出来 我觉得这么说很有道理 不管是对于耕作还是对于永座来说 黄手帕都是一个幸福的开端 追捕之后 电影《远山的呼唤》和《幸福的黄手帕》 在中国陆续上映 高仓健作为一个硬汉的形象 更加立体而生动 但是他应该感谢一个人 一期有多少钢管 两千尺 我觉得毕克在配高仓健的这些戏当中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表现 他就是耕作 他就是杜秋 就是说高仓健演的这个角色和毕克这个声音是融为一体的 高仓健也十分欣赏毕克的配音 他们甚至因此成为朋友 我觉得他们俩的气质都很像 非常接近 都有一种忧郁的感觉 就语言出来都带着一种沧桑的忧郁的感觉 有些原因是我暂时不能投案 我就天岛工作 一块黄色的手绢 2000年高仓健71岁 他的新篇《铁道员》在日本大获成功 要翻译成中文时 高仓健专门邀请毕克再次给他配音 但此时的毕克已患重病 他担心自己此时的声音会有损高仓健的形象 忍痛推辞 2001年3月必可逝世 高仓健专门发来验电 突吻恶号 一时竟无言以对 未能再度相见 不胜遗憾 忠心祈祷民福 我现在也有意识地给自己创造些机会 在国外 人们不认识我的地方 和大学生们一起挤着排队 买票看电影 我曾去过几次北极 我的职业让我必须离开家 到处走 否则就不可能生活下去 为了工作 我也不能有一个固定的家 如果我不当演员的话 现在会做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有时候我会看到 自己身体里有一些激荡的东西 是一种遍布体内的激情 自己也觉得恐怖 做这样的工作 到底有什么被压抑着呢 一旦爆发就不可遏制 例如 我真的感受到爱的话 就是让我去杀人 我也干 很多人一直认为高苍健是个冷酷绝情的人 尤其是对他妻子 但是多年之后 在铁道园里 主人公以松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高苍健主动提出 在这里想起一首歌吧 这首歌就是自己的妻子 江丽之惠美的那首 田纳西的《华尔兹》 《华尔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